这个猪蟹看起来好吃哦 我们明天吃黄豆烧猪蟹嘛 要的 仰儿今天我们又吃黄豆烧猪蟹哟 要给你打一枕了 上次也是黄豆烧猪蟹打一枕 仰儿现在无所谓的他都不怕 打了枕可能哭了5秒 好勇敢 做网上都喊老板给我订的这个九千九 我问的是老老师是做生意 老老师是买皮蛋 是老师吗 但是那个也太老师了 哦 要得 下份我都只给他两块钱 猪蟹干里面加入一把面粉或者是点粉 加入清水抓洗一下 把猪蟹干里面的血水给它抓洗出来 很快猪蟹干吃其他都不鲜 洗好的猪蟹凉水下锅搓水 屁心三锦桃 洋葱花椒黄酒 洗一个烧油把那些肥里下锅包一下 这鸡头基本上都是纯肥的 不包一下 这个鸡肉干里面吃吃不下 纯肥也包出来后下入香料 香葱 先焯一下 把香葱和香料的香味焯出来 再下煮酒 再翻炒均匀 这个时候注意先后准备 这是一个很细节的东西 这个时候如果是东方的朋友都该问我 但是这个还不像汤色 刚好 如果你们家里面经常做那些红烧菜 汤色还有辣 还有那些正菜的些 给大家推荐一个汤色 这个汤色是我选那些酒的哈 大厨按照标准的比例 按照标准的火候 流程炒出来的汤色哈 它不甜不酷 上色效果好 两瓶卤可以裂开29块吧 每两瓶都可以用上半年了 多翻炒一下让它上色均匀 这个时候都可以倒放多了 放几个香菇哈 泡香菇的水一起放进去 往里面齐全的 加水磨个猪酒缸哈 调碗里面加一瓶醋哈 转化肉质 橙皮我这里单独说一下 加了橙皮不但能够取杏 还能够解力 蒸醋提个旋味 有老抽的朋友这个时候 加点老抽哈 再加点滴水 这个时候我们都给它盖上盖子 先往慢慢煮了哈 等猪酒缸 必须要扔上六十分钟以上哈 等你之前烧到猪酒缸自己很腻的 你看那个样子戴的帽子 它是给它戴的眼罩 它自己撤的 看这个都不舒服呢 眼睛真的好大 爸爸不真心呢 一个小时后调味里面加入盐巴 然后倒入手汁哈 已经收的差不多了哈 这个时候加点松轩先哈 要去鸡精的话也会加鸡精 只不过松轩轩更好 带点青椒 增加清香味 好了晚上吃不吃得完咯 看嘛 想吃啥子都给弄啥子 来 等下 等下 你让给你把吃 应该的 你吃啥子 你吃什么呀 还有一个 我只要两个 我吃半个 嗯 怕了 这个皮袋其实我也偷吃的 我皮袋切了三个 但是做的时候只有两个了 你让我做菜的时候 边吃边 边吃边偷吃 还是边你都不饿我 这个皮袋 你切皮袋是能不做的吗 你看嘛 你每次吃点鸡精就说你吃饱了 我这儿把豆豆来泡饭 我已经是豆豆泡饭是一句咯 昨晚上开始泡你了 豆豆 昨晚上开始点点猪脚感了 今天那个猪脚感也好 嗯 豆豆真的是太好吃了 好的就是豆豆完全不一样了 哦 你好吃 我再拿一块 就是喝啥子的一样 哈哈哈 是不是喝啥子 你一飞香